先開啟練習檔 題目檔部分一樣在雲端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分別來看,總共它的要求動作有八個題目 我們逐一來看,第一個就是它第一題要我們做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做第一件事情,先把這個檔案打開來 所以你把這個102的練習檔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我先把完成檔關標 我們要把它做出像完成檔一模一樣的結果 要怎麼做?首先,第一個動作是 在第一列與第二列之間插入一個新列 OK 並且在C2到E2 F2到H2 依序填入這三個東西 叫Score,Position,Leader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我要怎麼做完這個動作 第一個 第一列跟第二列插入一列,所以你優標放在第二列 按右鍵 右鍵之後 它會出現插入,所以你按插入就可以 這個時候的話,它會在第一列跟第二列中間 插入一個空白列 我們就完成第一個動作,第二個動作的話 他說在 C 到E F2到H2 其實就是每三個 放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就是 那三個 Score 一直到Leader 我已經這邊打好了 你就分別把這些字打在哪裡 分別填入到 C2到 E2這裡面來 這可能要自己打 因為 時間的關係,我剛剛已經先打好了 放在記事本裡面 把它直接貼過來 當你們沒得貼,你就要自己打 而且有大小寫問題 做好一個之後,請你把C2到E2的資料 Ctrl C 複製的意思 貼到F2到H2 再貼I2到K2 再貼L2到N2 這樣就OK了 所以第一道題 要我們做的,我們就完成了 1跟2就完成 1就完成了 2的部分就分別合併 合併幾個 1 2 3 4 5 6個範圍 哪6個範圍 其實蠻直覺的 第一個就是 A1到A2 所以你選取這兩個之後 記得 如果你要把它做什麼呢 做 跨欄 合併 把它做合併的話 記得選這兩個按下 所謂的跨欄字中 它就合併了 OK A2 B 1跟2 1跟2 選起來 跨欄字中 再來就是 C1跟 1 1這個 跨欄字中 也就是說 你把它跨欄字中 這三個儲存格就變成一個儲存格 這個地方總共有6個 所以就分別把這6個動作完成 好那就完成了 第2題的需求 OK 2就完成了 那第3個的話 它做什麼 它說 設定填滿 N3的公式 公式就是L3 減掉 72乘4 然後讓它往下填滿到最下面 所以 其實就打公式 所以 第一個就是要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N3 填這個公式 那怎麼填 1 游標找到N3 N3就在這裡 所以你就 N的第3列 2的話 就是填公式到這上面 公式是什麼呢 公式是L3 有沒有 減掉 減掉72乘4 那特別是如果公式開頭一定要等號 那那個題目沒有給等號 你自己要補一下 L3 所以你可以用點的也可以 L3就這個 這個是72棟的 Scope 成績 200 應該是284桿吧 高爾夫丘 不是很在 然後呢 這個總成績呢 它要怎麼樣呢 要能夠減掉72 乘上 所以是72 72棟 乘上4 OK 當然一定會先 它先 乘除 後加減 除非你有括號 所以它會先把這兩個 先乘完之後 再跟 跟284相鑑 撿完之後得到的結果是 負4 那底下向下填滿 下下填滿怎麼填滿呢 你直接在 這個儲存格的右下角 快點兩下 這樣的話 就完成到 第 第3題 OK 應該沒問題吧 請各位先試著把 1 到3 分別完成 畫面先放給各位 第123完成 再來就是第4 第4的話就是 要怎麼樣把儲存格 1到75列 選起來 然後把它設定列高為25 特別重要 請你選取圈 特別重要選列的話 是儲標要放在這個列號上面 橫向是列 重向是藍 OK 一般選取比較快 你可以這樣向下拉 可以啦 可是這樣我覺得 比較 不是那麼OK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先選 第一列 然後再選動到 它好像要最下面75列 再 點一下75 不過點75的話呢 如果你要全部 一起選1到75的話 請你按下Shift鍵 再去點選75 Shift鍵按住 然後再按75 這樣就全選 OK 應該懂那意思吧 不然的話如果你用這樣的選 如果有些 那個列太多 有時候會超過 你可能殺不了車 OK 所以這個方法我覺得 比較聰明一點 OK 然後按右鍵 這個什麼 會出現有個叫列高的東西 有沒有它列高要25 所以你就選列高點下去 然後就輸多少 25 這樣Enter 就OK了 有沒有 本來16點多吧 然後現在改成 就是 25 OK 然後這第四題就完成了 再來的話 第五 題目 要把A1到N75 做框線設定 怎麼做框 所以你要做框線設定之前 第一個動作 要把A1到N75選起來 怎麼選 其實道理跟剛剛有點類似 E優標放在A1儲存格 向下卷動之後的話 卷到N75 這個儲存格 但是你要點之前 請你一樣按什麼 對 Shift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第二個動作就是說呢 做框線設定 它的位置在這裡 點擊這個框線 但不是叫你點這裡 點下去變下框線 不是 點旁邊的箭頭 然後找到最下面的叫其他框線 你會發現這邊 就會有一個 繪製框線的選項 裡面的話 它的原理原則是 先選樣式 再選顏色 再選你要繪製的位置 1、2、3 所以我們按照這樣的邏輯 看一下它的需求 第一個內框線 最細實線 OK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問題是 內框線 所以我們的步驟應該是先選最細實線 再回頭去設定內框線 沒有顏色 所以不需要設定顏色 所以 我們先找到最細框線 所以你就找到 最細的框線哪一條 這一條 1、2的話內框線 內框線在哪裡 其實就是內線 點一下 這樣裡面就有內線 再來的話 第二個要什麼 外框線 為 刺出 而且刺出實線 他說框線 右邊的 第五個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第五個 右邊 1、2 右邊第五個 1、2、3、4 就這一個 意思是刺出框線 1選樣式 2點選外框 OK 第2個動作就完成了 第3個動作要做什麼 這個OK了 在第2列與第3列之間 為雙線 這個可能先把上面這個動作做完再做下面這個動作 所以我就把剛剛內線跟外線做完按確定 這樣你會發現裡面就是內線 細的 外面這個框框就是粗的 然後他說什麼 再來就是 第2列跟第3列中間這一條線 所以要怎麼選呢 我是建議你選什麼 從A3一直向右拉到N3 這樣慢慢選就OK 選完之後 他要把 這個選舉範圍的上面這一條線 變成雙線 那要怎麼做 首先比較簡單的方法 1一樣 點選 這個 箭頭的其他框線 2的話 再選什麼 再選雙線 問題來了 我要設定的是這個範圍的哪一條線 所以其實你應該 這個先選 1 2的話就是把這條線 再點一下 讓它變雙線就OK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所以點一下 1 再點這條線 2 有沒有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按確定 那這條線應該就變雙線 移開看看 雙線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繪製一些簡單的 表格啊 你千萬不要說你交給 你們老闆的報告 那個繪製框線亂七八糟 一定會昏倒 OK 大概是這樣 簡單的繪製 再來的話 第五完成了 第六的話就格式 格式的話說 15 36 54 他這個 的Leader 他必須要把它做五分類的格式化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其他的格式 我們先完成這個好了 Leader部分我們看一下 Leader部分的話就是 這個18動的Leader 那如果你要選的話 可以怎麼選 游標先放在13 Ctrl Shift向下 選選第一個 可是你還要選第二個是 36動的Leader 那怎麼一起把它複選 特別是喔 一樣喔 按什麼 這個時候不是按Ship Ship是連續選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這個要選的話 這個要選的話按Ctrl鍵 Ctrl鍵然後再把它往下選 往下選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不太好選 而且蠻容易選錯的 我是建議你可以 Ctrl鍵按住之後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就是第二個範圍 第三個範圍 一樣喔 再點這邊 一樣按Ctrl鍵 先點住 點他的開頭 再按Ctrl Shift向下 好三個範圍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困難 但是很容易做錯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選三個範圍 那你想說老師我做三次 對不對 可以啊 只是很花時間 OK 比較快就是三個都做 再來就是說格式 格式化的話 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他的題目要什麼 他要的是一個圖示期 那個叫什麼 看一下那個題目 他那個叫 五分類 五分類是哪一個 其實如果你們用過的話 你可能要找一下 圖示期五分類是這個 有沒有 你油標放上去它就是五分類的 跟那個五分譜差一個字 是五分類 OK 直接點一下 五分譜是什麼 沒去過嗎 算了 OK 你們在雙彈車站旁邊那邊 以前是專門 批發 成衣的地方 不過現在因為大家都 就是網路上購物了 所以現在也不會人去五分譜 五分類 點一下 你會發現 這 三個範圍就被格式化了 最後的話 這個範圍 他要另外的方式 所以把這個範圍一樣 有要放Z Ctrl-C的向下 選完之後 一樣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圖示期的話 他雖然是 要這個 這個箭頭 可是他其實 不完全要長這樣 他的規則是什麼 其他規則 特別注意 其他規則 然後 圖示的部分 我們選一個預設 就是 這個箭頭 剛剛那個 就是這個 OK 他的規則是 他的題目裡面就是要我們 按照那個 什麼呢 甘數月多 給的藍 這個是剛剛的 我們在上面這邊 B的部分 其實是72洞的這裡 他說什麼呢 三七次 但是呢 他是以百分位數去計算 也就是說 低於 10 百分比 用綠色的 然後 20 跟10之間 用黃色的 其他不標 這要怎麼 這怎麼設定 特別要 請你 把這個類型 他預設是百分比 但是他 其實這有點陷阱 他這應該是百分位數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需求是百分位數 看起來很像百分比 這個 非常容易做錯 OK 所以記得百分位數 這個要把它改成百分位數 一 這要改 二的話呢 就是 不表示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 改成沒有 沒有部分的話 就是把這個小於等於 10的部分 就是不表示 然後呢 10的部分 大於等於20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我記得好像他還是要用綠色的 所以這邊把它改一下 旗幟的部分把它改為綠色 然後其他的話應該是什麼 剩下來的話就是黃色的旗幟 OK 類似像你們可以再稍微 了解一下他題目 的意思 做完之後按確定 你會發現他就按照 我們上面的 這個需求 去做 設定 如果你這個記不起來的話 其實會常常 記不太起來 所以我習慣會 把這個照相起來 其實就長這樣 這個 這邊可能有 這個要調一下 大於等於20的時候 大於等於10的是黃的 反之就是綠的 OK 所以就是 把這邊改一下 大於等於20的時候 把它改成黃色的旗幟 反之的話呢 就把它改成綠色的旗幟 這邊 10% 也就是大於等於20的時候 沒有 任何的 格式 任何的格式 然後呢 大於等於10的時候 黃色 大於等於 小於 大於等於10 小於20的話呢 那就是給綠色的 OK 類型的話是百分位數 按確定 你可以看到了 結果大概 就是 會是長這樣 也就是說 他的 意思是說 你的72重打越少 甘肅越少 當然成績是越好 表示是綠燈 再來的話 稍微好一點的是黃燈 那如果說你是 等於是甘肅越多的話 當然呢 就沒有任何的旗幟 也就是不凸顯那個狀態 OK 其他的話呢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這個把它做Ending 其他 這個做完之後 那最後的話呢 將儲存格 A1到N2 填滿為淺綠色 淺綠色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 A1在這裡 到N2 N2在這裡 按Ship鍵 把它的底色 改為 淺綠色 把它改為淺綠色 1選取 A1到N2 2的話呢 填滿 把它找到淺綠色在哪裡 淺綠色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優標放在這上面 它也會 顯示出哪一個是淺綠色的 我覺得那個是淺綠色的 有啦 找到了 淺綠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顏色會跳出來 淺綠色 所以你就這個顏色 把它設定好 那我們把它點下去 油漆桶 淺綠色 點一下 淺綠 好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把它 另存新檔 檔案名稱的話呢 你就把它存成叫102A 按儲存 那今天的話 你們就把這個102A絞綠 那就可以下課 絞綠 OK 沒問題吧 好 下面先黃泥哥 我先入口中一下